來 艾菲爾老師來進行一個塔羅占卜 我們一起來占一下 未來一個月我可以大吉大利嗎 好 觀眾朋友呢 我們來借這個塔羅牌測驗 未來一個月我可不可以大吉大利 那麼圖版當中有五張蓋著的牌呢 請大家評你的第一直覺做選擇 分別是一號牌 二號牌 三號牌 四號牌 以及五號牌 選好以後待會為你公佈 未來一個月我可不可以大吉大利 直覺了 老師 好 所以呢我們現場呢 所有的牌都有人選了 那麼一號 二號 三號 五號都有人選 四號牌是確定沒有人選的 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四號 好 觀眾朋友如果說你是比較大膽 你選到四號 未來一個月可不可以大吉大利 看看你選到了什麼牌 你選到了一張太陽牌 哎呀 就是這個牌 小合了對不對 我們來看應該要看 觀眾朋友恭喜你喔 身體健康 心情愉快 好運指數80分 不錯耶 真的是好耶 對 其實呢 這個身體健康就是最好的 曬太陽往後人 44號齁 我們還是什麼4號都來 噴 哈哈哈 這個已經很棒了 觀眾朋友呢 其實喔 在這個歲末年中的時候 這個心情愉快 身體健康就是最大的幸福的來源 也就是我們所盼求的大吉大利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到一號牌的 我們後來組了一個換牌喔 對 一號牌 觀眾朋友 如果你也跟著選一號的話 看看什麼好運氣喔 世界牌 不錯喔 看看是收到了 甜蜜幸福 愛情順利 好運指數98 不錯喔 來 自己噴一下喔 太棒了 太棒了 所以呢 這個 在冬天的時候呢 有一個愛情甜蜜的一個運勢喔 那麼感情能夠這個順利 那麼就是你所盼求的大吉大利 非常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選到二號牌的喔 我們的現場的主持人以及來賓喔 觀眾朋友如果說選到二號牌 獲得的什麼好運氣喔 你獲得的是月亮喔 欸 月亮是什麼意思呢 看一下喔 持續努力啦 那就是不要偷懶 好運指數70分 所以暫時沒有大吉大利 這以為台能撥小腿啦 哈哈哈哈 好 轉運轉運轉運了喔 所以呢 未來一個月呢 這個可能代表是說 可能身體呢 有一點點小小的感冒 可能有一點小小偷懶喔 如果想要獲得更多好運的話 你就要拿起你的元氣喔 或者是除惠的這個用品要用一下 就非常好 再來我們看要選到三號牌 觀眾朋友跟老師以及來賓 選到三號牌 來看可不可以大吉大利喔 是國王牌 國王是什麼好運氣呢 是左右逢源 而且事業称王 好運指數 掌聲鼓 也是90分喔 非常好喔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個八字全陽的 我們的學偉哥嘛 五號牌 跟觀眾朋友喔 如果你也是選到五號牌的話喔 那老師也選到五號牌的話 恭喜你喔 你選到的是戰車牌 什麼好運氣 是賺錢輕鬆日盡 我們早見好運氣 拜拜喔